不换对抗路怎么办 那我教你个办法 不能说百战百胜 最起码同等水平下 对面大概流后面打爆的 也不需要什么操作 点赞收藏直接教你 你就拿一个中奎出来 向对面老夫子还在打我们 对不对 不要理他 直接用一技能去打兵线 中奎前期一对一就是无敌的 你进入这点就行 等到我们二级后 这个老夫子基本上跑不掉的 直接送他回家 等这个老夫子再次来到线上 他肯定是不服的 在我们没有满血的情况下 他肯定会来摸一摸我们的 只要他敢上 继续跟他打就OK的 不过你要注意 控制老夫子的血线 你不能打得太猛给他吓跑了 要给他留一些希望 让他产生可以打过你的错觉 然后直接给他带走 那一般人呢 这个时候他就基本上不给你打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假装挂机 假装掉线了 你就站那里一动不动 你说你的老夫子你会不会上 只要你上 你就上当了 我们直接开启大招 这波呢 我们是没有斩杀的 不然这个老夫子肯定直接就没了 不过这个问题不大 这个家伙竟然还跑到防御塔附近嘲讽我们 那这个就不能忍了 知道吧 玩游戏呢 千万不能浪 我们再次把狗拐 然后送他回家 然后呢 我们来兑线铝布 方法还是一样的 上来先用一技能清理兵线 不要理这个铝布 即使被他一技能刮到 你也不要怕 记住了 中奎前期单挑就无敌的 你就跟他贴身打就OK的 一般打着打着呢 对面就会发现打不过你的 不过问题不大 你用狗子把他拉回来 配合斩杀呢 对面肯定是要没的 那第二波呢 一般对面就不会给你对拼了 你可以假装故意打不过对面 引诱他出来追你 你就假装害怕了 想要逃跑 其实你根本就不怕 怕的是他不敢出来 不跟你打 只要他敢跟你打 那他就上当了 直接配合斩杀呢 再次送这个铝布回家 这里大家记住 残血不要浪 该回城就回城 你像这波呢 本来想劝铝布好好玩 摆正心态 结果我们遇到马超呢 就属于摆给这非常吃亏的 反正单挑的时候呢 同等水平下 中奎还非常容易碾压很多英雄的 中奎一技能内圈伤害非常高的 你根本就不用怕 你像铝布跳大手 中奎就可以用大招 瞬间免疫控制进行规避 最后呢 我们再利用斩杀配合技能 再次送铝布回家 非常简单 所以说对抗路玩个中奎呢 大多时候对面一看 呦 对面选个中奎 这不是纯纯的百爷吗 他几会把中奎当个辅助去看待 往往忽略掉中奎前期高额的伤害 因此呢 你用中奎打对抗路 对面大概率打不过你的 不信你可以去试一试 当然呢 也有特殊情况 什么是特殊情况呢 就像你本来准备打个兵线 准备抢个二级 谁知道对面此时 突然冲出一群大汉 把你摁住直接锤 那就没有一点办法 对面支援的太及时了 然后心想的问题不大 反正他肯定单挑不过我的 对不对 本来呢 都准备一雪前起了 刚才一定失误了 没看地图 你再不断为自己寻找原因 最后呢 抓住时机 赞美自己操作的时候呢 突然又冲出来一个大汉 你再一次的隐恨 此时你的心态呢 已经被影响了 肯定不是自己技术问题 对面是有人帮忙的 所以你才没打过白起 于是呢 你又一次跃跃欲试 你坚信自己 不可能打不过一百起的 于是对面又来头鱼 你明白 这就是命 所以啊 大多数对抗路 其实都是这个心理 你玩中盔打对抗路呢 就是借助对面一个轻敌 的一个心理状态 反正我玩中盔打对抗路呢 基本上单挑真的很难输的 再不及呢 也是可以五五开的 而且到了后期 能打团能扛伤 还可以打减速控制 其实作用还蛮大的 好了 本期就要这里 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